大家好,今天给大家讲一下这种高血压特别容易发生脑梗,多数人都是这种情况。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,高血压的人穷也在不断的增播,它是诱发型脑血管疾病的危险因素。 平常大家只对盐棉岗型高血压和紧张性高血压,这些类型都比较熟悉。 当时这种艾棋型的高血压一般人都没听说过,它极容易发生脑梗。 艾棋型的高血压也叫做半光安方升高的高血压。 这种高血压与很多的因素有关系,比如胜功能不全,戒装箱减退,B12和叶霜刺入不足,都有很大的关系。 这种高血压会让心脑血管的风险增加11倍。 那么艾棋型高血压应该怎样的治疗? 因为这种高血压它主要属于叶霜,摄入不足有关系。 所以我们尽可能地摇摄入含有叶霜多的食物,包括肛脏,绿色蔬菜,骨类,豆类,也可以量和不同叶霜来进行治疗。 或者是量和使用其他种类的降压药物,以致到我们的血压平稳位置。 关于艾棋型高血压,你有没有其他的建议? 欢迎平稳去留言。 请不吝点赞,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del top》 的此 Tag shopping